如果你说诽报不行 及早注明公开宣称 不欢迎诽报 包括中天 人民日报在台的 不欢迎 你们搞个国际记者 恨不得越多媒体来越好 这不是你的心情吗 如嘴如厚 你急着要发声吗 你花三十亿要骂人给人家听吗 我现在要批评曹青城的是 针对他那天开的记者会 那我们就回溯那天的行为 我从影像上看到了 他记者会就侃侃都讲了一堆 那他其中有一部分 他就是修理中国大陆 他说你看这种动态清零 根本是个错误嘛 不可能嘛 你看看别的地方 这个是个很糟糕愚蠢的政策 他就这么个骂 他当然讲了很多 包括各种各样 他要为台湾而死 他不会选总统 那这时候 开放给 讲完了开放给记者问的时候 那我就看那个镜头 应该是有人提问 我看那个中间的记者 还从作者 做的记者席站起来 到前面去拿麦克风 前面的有一位工作人员 递了麦克风给他 然后开始讲说 你说曹青 你刚刚提到的 中国大陆动态清零 这样这样那样 那台湾的 用的是我的语言 他在这个意思 我没有完全百分之百 陈时中 那不就是动态清零吗 那你是你是在讲陈时中吗 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还要讲后面 他的右边 有位他头发白的 也是有个白头发的 这个白头发 大陆朋友可能不认识 他在台湾 比我之前一点 可是他在中国时报系统待过 叫做黄青龙 也是个大记者 后来当刀那很高 可能还当过总编之类的 那可不是一般的 在现在在媒体关系里面 好的不得了 资源多的不得了 跟绿的关系 也是好的不得了 你要说 你要再讲 改天我讲 鬼故这个事情 今天他没时间 那他可是吃香荷 我就看到曹敬成 跟他讲讲话 曹敬成拿起麦克风 你刚刚第一个问题 有陷阱 问中天记者 你是哪个报社的 挺有注意 黄青龙是报社出身 媒体出身 他陪同他在主持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镜头 不要只针对曹敬成 他们两个交头接口 曹敬成拿起来 你是哪个报社的 中天说 中天中天中天 喊了三声 他说中天我不回答 诽报 一句话 中天我不回答 诽报 这个转折 就定性了 还敢想说 中天你还敢站在这里发问 诽报 你还有脸 我都听你感到惭愧 这是整个大概 那个记者就不服气 继续跟他争 那后来看到一个有趣的评论 是乌尔开西 所谓的反共 当年八九天海门之后 到台湾来反共 跑到台湾了 不太有人呼应 他呼应了 他就说 拒绝采访是新闻自由的重要环节 拒绝采访 曹敬成拒绝中天记者的访问 这叫拒绝采访 而认为这个是 维护新闻自由 哇 这个就有趣了 第一个 如果你认为他是诽报 没有脸站在这里 应该要感到惭愧 那你今天公开开的是 国际记者会 曹青城 包括黄青龙 你是帮他编排的 你是媒体人 那你是对外开放的 如果你说诽报不行 及早注明 公开宣称 不欢迎诽报 包括中天 人民日报 在台的 不欢迎 你在讲吗 俄国的不欢迎 你们搞个国际记者 恨不得越多媒体来越好 这不是你的心情吗 如嘴如厚 你急着要发声吗 你花30亿要骂人给人家听吗 结果来了现场 第一个人家发问 你们把麦克风递 也同意了 黄青龙你是高手 对方能不能发言 你不是有帮忙主持 你也没有发声 没有反对 没有制止 等到中天 题目出来了 开始发作了 我光前面 为什么描述这个过程 听有 我们要把仔细还原这种 这次次上发生的 你公开的记者会 人家来 你说人家诽报 不止人家讲话 那你早就讲嘛 你来的可以这样搞吗 你可以不负责任吗 招之择来 挥之即去 恨不得人多多听你讲 这不如你意 你就开始打人 我要讲的重点 是不如他的意 捅到他的痛处 抓住他的矛盾 暴露他的缺点 他就开始反击 反击不是针对内容 而是扣帽子 下流到极点了 你黄青龙是帮凶 你今天也是媒体人 那天是记者节 你媒体出身 旁边一堆记者 真是讽刺到的极点 先不论中天到底是什么 光那天那个整个过程 从一个新闻自由 你们这些教新闻采访学的 把这个当经典 教你的学生该怎么样有骨气 该这种媒体里面吃香喝闹 既得利益者像黄青龙 如何怎么教出这种玩意儿的 可持到了极点了 回到关键 中天的记者问的有拖鱼实质吗 他是不是问了一个实的问题 你这样在讲 然后就讲骂骂骂 那他就顺着你的逻辑问的 这个是曹星辰 发觉惨了 自强矛盾了 大家怎么办 他不是面对 不是认错的修正 甚至你可以拒打 他跟黄青龙一个商量 你是哪个报社的 开始检验你的身份证 他那天自己摊个身份证 好像他的身份有正当性 可以这样搞吗 他不是媒体吗 媒体还有分这种 可来可不可来的 那你早讲啊 你没有早讲 在那里都有发言权 你这个时候驱克 赶克 那为什么 因为是诽报 你的声音不想 透过诽报表达吗 那你有照你这个逻辑 那台湾以后 不同立场的记者 媒体都不可以来嘛 一言堂就好了嘛 蓝的不准绿的来 绿的不准蓝的 白的不准蓝绿的 媒体来 没有媒体的人 只好当傻瓜 只好当笨蛋 你不要讲 今天台湾的媒体界 整个绿大于蓝 大于其他颜色 大于这个 真正的独立的媒体 他在讲诽报 不止人家来 听有 这才是我要讲的重点 因为他被抓到要害了 他恼羞成怒 他急于转移 那找不到别的方法 最简单是扣帽子 一讲到诽报 哇 就可以呼召 台湾很多 反中的 亲律的 所以黄青龙 你们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这些玩意儿 搞这玩意儿 那我就讲 如果那天中间的记者 拿着麦克风 哎呀 曹董 您真是英明 你这个30亿花的真值得 请问你这个计划 有没有什么 什么一个 曹青神说 棒 中天拿个台 中天太棒了 本来赏你10万 你中天讲这种话 排我的马屁 不是吐我草 这不是陷阱 这个太好了 这是帮我做球 丢上去50万 本来要赏10万了 他第一个只说 你这个问题有陷阱 是陷阱吗 还是你被人家抓到把柄 恼羞成怒 但他定性 这个是陷阱 然后剥夺人家发言权 所以我刚才反凤 如果是拍马屁 马屁 那就比陷阱 你可大大欢迎 管他是不是中天 管他是不是诽报 顺你的意 你就是得其身 逆你的意 你就让人家死 他妈 你这混蛋到几点了你 他在那装着他一副 我还更重要 我恶心到几点 看到所谓的拒绝联考的小子 吴祥辉 还拿三个人 蔡衍明 郭台铭 跟曹青城评论 评论的结果 曹青城100分 说他多棒 多有包容性 什么之类 恶心到几点 吴祥辉 那你没有看到 他当场那种作为吗 你有没有回到 时时去分析 那个记者将问他 记者难道都要怀着好意吗 就算记者有意 有立场 设计要弄你 你今天大人物啊 黄青龙在场啊 见过大风大让 我以前带着很多劳工 有时候傻傻的 不知道记者 看到记者很高兴 希望有苦要吐 结果人家设了陷阱 我得帮忙 你看看那个国际记者会 多少的记者不怀好意 那你发现了 你得应对啊 你可以这样子弄吗 更何况 他也是今天中天 那个记者 是顺着你的材料问的 他问的是 有本事的 是个实质问题 你得回答的 就算是陷阱 你今天开记者会 你都得面对 你不是说 你滚出去 那那个厉害的 如何借力死力 你只会眼睛盯着中共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欧美这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 他们干什么事 全世界人家有件事 都在看 你这个在台湾认为 号称有件事 什么看不见 然后在这几回事 振振有词 认为他就是真理 你瞎了狗眼 是不是 你凭什么 光凭这一点 你就没有资格 坐在那里 黄青楼 你们这些人 还是媒体人 美国这个 是什么样的价值标准 美国人干了什么事 你眼睛只盯着中国 把它当作唯一 当作最大 你是什么玩意儿 好了 那时候美国帮台湾 那我帮台湾吗 以前还可以混 现在这种论调 还可以混得下去吗 美国人如果吃台湾 害台湾 炸台湾 啃光台湾 卖你什么武器 你们这些是傻的吗 你今天黄青楼 捐30亿 好像妈都会 干台湾 搞个全民皆兵 你是准备把台湾 搞一些亚述营 出来跟乌克兰一样吗 美国人在干什么 你们必重就轻 他讲的跟神勇一样 所以我一直怀疑 他下面到底真正要干什么 像乌尔开西 这些人出来呼应 像乌翔辉 这些人出来呼应 真是恶心到了极点 这是我要讲的 那更精彩的是 我今天早上 不小心看到 那个一个频道 三立的新台湾加油 这个许贵亚换了 取代了 廖小军做主持的 上面有 于北辰 于北辰的笑话 我就不用讲了 曹青城 还有苏贞上的女儿 苏巧慧立委 主持人就先丢给于北辰 哇 于北辰都侃侃而谈 猛拍 猛呼和曹青城 曹青城后来就 这个许贵亚 出生也加进 在讲东讲西 曹青城就 接着开始讲了 他就在那边大骂 说台湾一些人怎么样 都不知道 他的这个黑熊勇士 还针对着白狼来了 大家哄的 原来还有这个梗 白狼就是台湾的一个党 过去是黑道出生 他的黑熊 还有这种隐喻 问题是 他就在讲 说啊 很多 那 我不知道谁就讲说 像 像他这种 吴祥威就说 像那种外省人出生 还会站过来 站到台湾这边 棒 曹青城讲个重点 他说啊 他为什么讲说 中天 意思说 老公就是个大牛芒 大牛芒怎么样 大牛芒 人家还至少 表露开来了 毛泽东说 枪杆是出政权 这个就是牛芒 他说最糟糕是旁边 这些裸裸 附和的 跟班的 打喊打人 裸裸 像中天这种 就裸裸 我看那个场子 真有趣 曹董 你在在场的 那个台 叫做三立 三立不是裸裸吗 你不是在裸裸的地方 大谈裸裸吗 我看那些 在那边场上 那些小裸裸们 那是尴尬 于北城 您不就是 是吗 今天民进党当道 多少的媒体 就是这个大牛芒的 裸裸 你今天曹青城 在那边侃侃而谈 盲目到了极点 他自以为在讲的东西 形成那个讽刺的画面 多精彩 我看那个苏乔卫 于北城 包括主持人许贵 都尴尬的不得 你说你看那些媒体 就是裸裸 帮凶 像中天这个帮中共的帮凶 三立这次不是吗 三明治不是吗 你今天曹董 当下在那边 能够发言的就是 多精彩的画面 多可笑 多好玩 这些人都自以为 是到了极点 那他们想把这个 于北城拿来玩一玩 把曹青城拿来 用一用 当红当道 今天如果 常青城讲的是 反对民进党的话 新台湾加油 这个绿的 会找他去吗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讲白了 讲什么废死 讲什么性别平等 讲什么什么 抗中要爱台湾 都不过为了权力在服务 为了那个不公益 为了正义的权力服务还好 都是为了这不公益 而且怎么看 你看看这种 一比对 自家矛盾 当场出手 我们曹董还侃侃而然 我看到那个 三立那一群家伙 当场简直是快呼晕了 哭笑不得 县世报 当场惩罚多棒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上到YT搜寻 中广新闻网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最新节目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